阿聰博士 博士你好 有 現在看到美元強健 加碼貨幣就大跌 另外港幣也有四 出現了三年來 首次跌到要放兌換的保證水平 港府容許的位置拿著7.75和7.85對1美元的水平 其實現在是不是三年來港幣首次出現了供過預求 過剩的現象呢?裡面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你可以這樣說的 說供過預求 但是匯價很多時候都有很多人數影響的 不是說純粹一個供求就說完了 也都可以多一些東西 比如說外圍現在加認識香港 理論上那個息口都是積跟的 但是實際上你看到市場利率就好像滯後了少許 遲了少許才積跟 那今晚都出來講過了 以前是說通常滯後兩、三季 那這次應該沒有差那麼遠 但是都是有一些滯後的 那你滯後的時候就那個息不是積跟的 那個匯價會有貶剩壓力的 這個都很容易理解 利率評價理論那裡都很容易推導出來的 那還有一樣東西就是那個息 美國是比其他的非美主要體系走得快的 那所以呢 你見到美匯指數 就是美元對於男子的主要貨幣就很明顯近期都相當升得急 那你升得急的時候呢 美元既然對這麼多的貨幣都上升的時候呢 自然對港幣啊 或者對任何其他貨幣都傾向上升的 那所以那個美元對港元上升也都某程度上 就是純粹是匯價的那個現象 美匯隊所有東西都升 都可以解釋得到的 那如果這樣適升 匯價升的時候呢 通常那個市都不頑皮的 那你見到這陣子那個市都是的確是不頑皮的 真的是跌市的 跌市來說呢 就香港 就是素來都被以為提款機的嘛 那那些資金是會流走的 那你有外圍色差拉闊 那那個港幣就是港幣對外圍貶值 在壓力之下 那些資金就會流走啦 那流走的時候呢 就自然也都是有一個壓力 就是所謂反跪 強制那個港幣將一步轉弱 那那個壓力 我想是純粹是這樣都可以解釋到的 就不是太像有人衝擊的 如果有人衝擊的話就走得很急的 就是不是這樣慢慢走的 那你現在看到這個金管局他都沒有出來說什麼東西 那還有是任由他走到八半 那其實任由他走到八半呢 其實就是 其實是他都知道是 就是那個所謂被對沖基金衝擊的壓力 應該不是那麼大的 那所以他很老頂 或者懶老頂 等他去到那些位置才做事 接盤 那但是其實就 以前來說就不是的 以前來說七八三打外 過外都沒有試過去到的 那所以以前來說 我的衝擊壓力真的在這的時候 你看到他就是 未到價 所以未到區間上限 他已經做了事 那但是這次來說 他就 我想是 就是他可能和很多銀行都打了龍通 又一直有緊密的接觸 他知道那個來龍去脈現在還沒有很威脅大的時候 所以他才能讓他走到八半而已 那但是你走到八半之後 他入市了 那現在所謂買回港幣 買回港幣 股份美金的時候 那第一件事就是 未對港幣強 他掉轉來股份下去 那直接在那個匯價那裡是有一個干預效果的 因為港幣市場其實很小而已 那下去都是那幾家銀行 可以這樣就玩了 那個金管局連銀行一起做事 其實那個港幣的反過來就不是太難的 那視乎他想給什麼訊息出來 他現在給的訊息就是 懶惰不動手那樣 那就可能在八半 八四半那裡可能下一段時間 那但是 背景就是 你看看有沒有一些危機發生 如果你本身的股市現在在這個水位呢 就都很殘暗了 就是 至少穿了兩萬點 那你穿了兩萬點 如果你對外資來說 你說要進一步殺它下去 沽它下去 那個動機不是很強的 因為現在那個PG 這倍數不是很高的 也很低的 還有就 你有些事情爆煲呢 就是有事情發生 那件事就可能會吸引他們做事 但是如果好像現在這樣 都好像沒什麼事情 你看到那些所謂債務違約 或者是樓價有沒有大跌 都沒見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其實就 外資未必會在這些位置會做很多事情 就是沽它下去 那如果外資不動手去沽空的話 那其實那個短暫的威脅就不是這麼大了 但是隨著它將所謂微電價 按回頭 買港幣沽美金 那其實就 港幣的結餘 你看到最近三千多億 但是 如果你保持著一路 一路的美金有上升 壓力最終一步走的時候 那它八半接盤的情況會繼續持續的 你繼續持續呢 結果是那個債務一路會被它抽一下抽一下 就會抽乾的 那你不要看幾千億債務很多錢 其實要抽乾它 也不是說很久的事情 就是以前都試過可以很快出的 那你抽乾債務的時候 那個債務 就是沒有結餘的 那有一段時間 如果它是真的沒有結餘的話 那你那個銀行同意的市場 就不可以說說有很多錢去做 那變成美國那個拆息上升的市場 你也要上升的時候 你跟著要上升 那你跟著要上升的時候 就慢慢帶來那個 經濟的威脅或者影響就會大了 因為你現在就是很多人都還持著的 你經常說不用加息 不用加息 不用加了 今年也不加了 那些廣市拆息又要延遲才跟進 這樣 跟上來了 但是其實這件事情 可能未必是這麼理想 你看到最近 就是其實那個市場利率都開始在動 那如果那個市場利率 也不用如果 因為現在說的 下次都可能半厘至四人三厘有機會 那你如果是這樣的速度去 廣市息我相信都 所謂不跟的壓力 其實都不會有多少 就是你怎樣都要跟的 那你怎樣都要跟的時候 當那些息口去到兩厘那個累積的升幅 其實那些問題開始會慢慢投出來 那你現在說累積兩厘的升幅 不是說很遠的事情 因為你每一次都加半厘 每次加半厘 開四次會 就是在說半年左右的時間已經去到 那很多時候往往就 政策利率這樣一般 如果你本身有資金流走 或者是 那些東西是那個基礎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那你那些市場的利率 那個上升的幅度是會相對大一些 就是我們打個比喻給你看 就是說美國這樣說 他現在最近就加息加了兩厘 累積就四分三厘 那政策利率加了四分三厘 但是如果你看回年頭到現在 那個案件利率 三十年的案件利率 其實是升了兩三厘的 兩三厘的 不是升了四分三厘的 那所以就是很多時候市場利率它動的程度是會比政策利率大很多 那這個我想很多人都未是很意識到 或者醒覺到這個風險 是可能會出現得很快 就是很多人現在都是看著港股就在那裡滲 說跌得很厲害 但是似乎對其他東西 比如說樓價會不會有問題 就是這些是那個反應好像不大 好像都有很強的預期 認為沒事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 就是四十幾年之前的局面 就是很多時候如果你還是將那個經驗 是參照上一次的加息週期 或者是前一次的加息週期 那我想很危險 就是說現在說的局面完全不是這樣 因為上一兩次那個加息 或者上三幾次都好 其實那個通脹不是現在那麼惡劣 現在的通脹相當之惡劣 那變成了那個加息速度會很急 那還有你看到最近那個美金這樣急抽 就是都不知道它真的會去到哪個位才可以停下來 那你看到那個美金這樣上 其實就 我猜就是如果你美國保持著那個加快的速度 就是這樣加下去 即使你歐洲啊 日本啊 那些其他的地方說跟著下來要追上來加息呢 都未必會令它美金弱了 因為現在你歐洲啊 日本那些可能說著就算真的它準備加 或者真的加出來的時候 都是說四百元的 那個幅度是不及美國的 那你如果對比美國來說呢 就是那個美國對他們的色差都是拉闊著的 那你一直拉闊著的時候 一路的那個美匯還有一個上升壓力 那就是說 你這陣子見到那些港幣啊 或者是資金流走的情況都會繼續持續的 那不是說一開始藥啊 貶值啊 資金流走就有問題 但是當那個貶值和那個累積的流走是遲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那就可能那些問題會出現 你剛剛說的歐元要加息呢 日本的日圓要加息 那這個然後港幣的授額會不會更加大呢 如果歐日那些真的加息呢 我就會反而說 就是對我們那個貶值壓力呢 可能會有點舒緩 因為就是當你歐日真的開始做事的時候呢 那個美匯上升的壓力就應該會小了 甚至可能就是會借小有些回回來 那你回回來的時候 貶值壓力可能會稍微舒緩 那但是另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不止美國的 連歐洲日本那些所謂 大家一直都想它不可能加息的地方 都開始加息的時候呢 變成你真的圍著你的所有地方 都幾乎加顏息了 那你圍著你的地方 所有都加顏息的時候呢 你加息的壓力就自然更加之大了 就是你本來說只是美國 我都可以說不跟 還有其他賠 但是現在你賠你不加息的已經是很少了 所以其實那個壓力會在這裏 那還有就 就算你說香港大陸這些沒有什麼通暢都好 你多不少都有些輸入性的壓力的嘛 就是講現在國際的資源 能源 金屬 成品那些是貴的 那你除非不買而已 如果你買的話 你多不少都真的那個成本壓力會在這裏 那你成本壓力在這裏的時候 當然 你現在打得到就是說這裏經濟差 那變成那些企業的轉價 那個成本比消費層面 就是說CPI以上的壓力就不是太大 那不大也好 都會升的啊 就是你通常以前的經驗告訴你就是 通脹是一個全球現象來的嘛 你最多別人升十格 你升兩格 那都是升的 也不是不升的 那變成你的經濟不是那麼好 你最多通脹升少一些 但是還是有上升的壓力 那問題就是你可以忍受到哪一個程度 就是你也都不可以說在這個通脹上升 儘管是慢也好 的時候就去減息 就是沒有這個空間 那本身你的經濟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這樣加息其實是有危機出現的 就是說倒極潮、私業潮那些是潛在會發生的 那一旦發生的時候 你有沒有彈藥呢?有沒有事情可以做呢? 似乎又好像看不到有些什麼可以做 那剛剛博士王的通脹呢? 其實美國的通脹依然就升到8.3% 或者多過1月份的7.5% 其實現在是不是反映到美聯儲加息 沒有令到這個通脹回落 現在看到美國總統拜登就說 正在研究降低中國進口貨品的關稅 是不是這個降低關稅 會對美國的通脹有影響呢? 這樣是不是被大陸那邊的堅持帶去一些作數或者好處呢? 其實我想他現在的答案還是說還沒決定 因為我想他想清楚些他會明白到 你移除了關稅 你不會對那個通脹有什麼幫助的 因為首先我想有報道計過 就是關稅佔的總貿易額很小的 這個數字相對說這麼小的時候 你有或者沒有對整體物價的影響很小 第二就算你真的撕走了也好 你只是一次性地令物價降低了 你不是說每個月或者每一季去減稅的 你是減一次過一次過減完的 就是由右邊沒有 但是你由右邊沒有一下 你最多令那個價格的水平一下子跌下來 一下子跌下來的時候 你要知道通脹現在不是說物價 通脹是說物價的變化 當你的物價變一下之後 之後再不變的穩定是一個水平的時候 其實你對將來那個通脹沒有幫助 所以其實說到底 它真的要壓抑通脹呢 它是要回去 就是所謂證管清源就是 通脹究竟在哪裡來呢 就是它過去那兩年過份的寬鬆 它一定要將那些過份的寬鬆的資金收回 它才可以做得到那個壓抑通脹的效果 但是你如果在關稅那裡落脈 我想幫助不是太大 所以就算你在這邊來說 大陸經常都說關稅影響你美國人而已 那你對它來說沒有什麼幫助的 我想就是如果你美國做也好 不做也好 其實對大陸那邊的影響 我相信就相當少了 就是不會有什麼實質的影響 經濟上沒有什麼 甚至政治上都不會很大